哈嘍大家好,我是八九 我们都知道梅西到了中国参加比赛对吧 今天是6月15号 梅西阿根廷队将跟中国进行友谊赛 而今天6月15号是圣上的七十大寿 圣上非常热爱足球 你说这不是祝寿大礼,那是什么? 果然大清还是那个大清啊 全国上下都要讨好圣上艺人 就跟古代这个万国来吵 皇帝坐在那边 不管他是坐在家里看或是坐在现场看 都那个样子嘛 一堆搞不清楚的粉红还在迎接梅西 而中共媒体却不敢报道 前几天梅西的团队到了中国机场卡关 而收到了关于台湾的问题对吧 前几天我有看到北京的一家美术馆 还是这个博物馆,忘了哈 说这个馆当天是修馆 实际上是为了圣上参访祝寿而修馆的 我没有存档到这张图片 但是有住在北京附近的朋友 可以告诉我一下实际的情况 那不仅仅是梅西为了圣上祝寿 连比尔盖茨也到了北京准备在明天与圣上会谈 目前不知道具体会谈什么 因为它还没发生嘛 但从今年年初我们可以看到 圣上让马云回来背书 试图刺激大家的投资欲望 然后说马云都回来了 我们之前跟马云有闹矛盾 但是我们化解了 但是这个释放出来的消息 有让投资人看到吗 那些比较精明的投资人他确实敢投资吗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今年三月份的全国两会 全国两会上圣上三年任国家主席的时候 最近他还邀请了马斯克来中国站台 也是意图作秀 让中国人民跟一些外商 有信心偏偏那些想要入住投资 中国的小型外商对吧 由于马斯克的资产链 在中国太大了 一下脱钩是做不到的 所以目前他只能先配合中共 这样子的一个套路去做 而中国真正想要的是马斯克的特斯拉技术 来发展自己的比亚迪能源车对吧 而最重要的是什么 取得马斯克的新建计划 相信马斯克应该也不是笨蛋 他是个非常精明的商人 现在的中国对于他还有什么 我们看不到的价值呢 这可能只有他自己心里知道吧 但是对于规模产业跟资金比马克思小的外商外企来说 再过多的投入中国市场 那你跟2019年以前的投资回报跟政治风险可就不同了 当然啦比尔盖茨具体要跟圣上聊什么 这个我们明天才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篇报导 这篇报导说什么呢 高净值人士向海外移民的五大国家 第一名就是中国啦 再来是中国的爸爸 对于高净值人士定义 是超过一百万美金以上的资产的人 大概就是三千多万台币啦 所以配合我们之前说的这么多不同层面的中国数据 确实嘛 中国经济每况愈下都在下行 这不是说我只是去海外投资而已 这是你整个人的国籍变更 你投资移民啦 这不一样 那最近可是越来越多国家加入美国的行业 去跟中国打这个贸易战 跟中国去抗衡 像这个印度啊 印度前阵子不仅跟中国啊 互相撤离那个记者 但是他这个撤离记者啊 有一点很大的猫腻在 像是中国不仅是驱离了印度的记者 还有其他国家的一些记者 但是中国驱离这些国家的记者 都是私人企业的记者 对吧 这些是没有什么英国党支部啊 印度党支部 但是人家驱离你的记者 是你中央的 你中共的媒体 人里面有党支部 因为这个性质是很多中国人看不懂的 说诶 凭什么要驱离咱们中国记者啊 你都不知道中国很多企业跟组织 还有宗教团体里面有党支部是吗 我们可以看到 印度最近啊 对这个中国的小米下手了 没收他200亿的资金 然后并且说啊 你小米啊 中国等的手机厂牌 想要在印度继续做 你就必须拼任我们印度籍的CEO 所以啊你看 中国现在就是请全国之一 在发展能源车 因为他的什么华为啊 小米啊 因为晶片的烂尾 而终止了 对吧 但是我们再看一下 最近跟我们断交的宏都拉斯啊 他的总统跑去了中国给圣上助寿 就是今天啦 谁也是今天甚至的打个嘉义 而作为交换 中国跟宏都拉斯达成协议 互相免签 但就是迟迟不已原价购买 放弃台湾市场的白虾 而中国人又多了一个先进开发国家 宏都拉斯可以免签 那其实这个事情呢 是赵主想要走先的中国人 走先到美国的第一站就是宏都拉斯 然后再慢慢 瓜地马拉啊 墨西哥最后到了美国 那现在宏都拉斯免签了 那我走先等于扫了一个关卡 不再不说 这是圣上送给你们的最后的温暖 当然有人会说 圣上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 把中国人运往美国 等这些人取膝生子啊 或是取得美国国籍啊 虽然要花上十几年的时间不等 但取得美国国籍 他们心里面还是有党有祖国的 那这些中国人 就会透过美国自己的民主方式 投票或是渗透美国国会 或是美国的执政党 选出一些对中共有利的法案 或是这个政党上台对吧 我觉得大家担心的不道理 但通常这类人 是不太需要通过走线的 是可以直接投资移民啊 去那边生小孩啊 招家了怎么可能去走线啊 而最近不只有美国的一些州 立法禁止中国人买地 美国也通过了法案 未来中国有在国际上出现 什么任何的大事啊 我们就会公布 到底是哪些人在美国有大量的资产 在美国有取膝生子 在美国甚至有美国国籍的 这个法案啊被中共谴责 而连韩国也准备拟定法律 将禁止中国人在韩国有投票权 原因除了最近的中国大使开枪 韩国的亲美路线 还说现在赌中国输的人 以后会后悔的啊 目前韩国国会啊 已经在讨论是否将这个 中国大使驱离出境 我真的觉得超丢脸的 全世界尤其是这两年以来 中国大使被驱离出境的 有多少啊 好多哦 什么加拿大 英国啊 印度哦 然后现在又这个韩国 美国好像也有 而其他国家之间并没有互相这样 因为他们没有战狼的外交 反倒是你 在这些国家闹事 但到底是谁现在破坏和平 谁到人家地盘上杀野了 如杀牙 走到哪里都惹人厌 还敢说这个台湾还有欧美日韩 在当这个挑拨事情的人 你怎么不想想这里面都是有你啊 其他国家怎么都不会互相挑拨呢 而更重要的是什么 因为住在韩国 大概有十万左右的中国人 在韩国是有地方选举投票权的 而居住在中国的韩国人 则是没有投票权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公平公正的情况 去年十二月韩国就提出了 公务员选举法的修订法案 基于互惠原则 只要对那些有给韩国侨民投票权的国家 相对的 他们在韩国的公民或是侨民 才有投票 但这个举动又让中共不爽 你到底在不爽什么啦 我很懒得再把这个点拿出来 再批评你们 大家都知道中共搞笑的点在哪里 小粉红 你们最近选的那个村长 村委书记还有县市长 省长是谁啦 得票率多少啊 你们人大的微薄在哪啦 而最近中国人移民去韩国的比例越来越高了 因为你的存款只有七百万台币以上 你就符合移民的资格了 这让很多这个中产阶级的人 看到希望了 入籍南韩 但是我跟你各位讲 因为我有些朋友在韩国 不管是不是台湾人或中国人 那这些朋友就跟我说啊 他们看过有一些啊 中国人在韩国开业店 里面都会放什么 中国牛逼的标语 还有什么五星旗啊 还有重大国际事件发生的时候 都会放一些反美反日反韩的图文跟标语 还有那个什么电音版的爱党爱国的歌语 天哪 你们回中国去好不好啦 你们都想投资移民当外国人 你还在舔共 到底在干嘛啦 中共国是党国体制 对不对 五星旗也是党国体制的产物 你爱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爱共产党 除非你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已经移除了 共产党为永久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执政 而中国共产党的军事主委啊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啊 不再掌有国家的任何行政机构跟军队 你在跟我说你爱的是中国 不然你爱的这个中国就是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共产党为了奴役中国人民而创立的国家 为了服务赵家人而成立的国家 再用国家的概念去洗脑 你慢慢转而你是爱党 既然你说这是内战的话 为什么你不继续使用中华民国国民呢 使用青天白日满地狼的旗子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应该会比现在更有立场说台湾主权胜利的吧 起码比起现在更有立场吧 那我这边就姑且不论什么台风主权未定论 不然这个讲下去会讲不完 而中国大妈在最近呢 又打闹了韩国仁川机场 这名七十岁的老妇人啊 从中国转机到香港 再从香港转机到韩国 最后的目的地是美国 因为发现了这名妇人的行李箱有超过一百毫升的议题 安检人员要求他打开行李 结果他当场咆哮 躺在检查台上 甚至攻击了海关人员 这边都是伤马 当场被捕 你们中国大妈不管是在日本 在自己中国国内 在韩国都很爱碰瓷 但是你们遇到公安跟城管 你们就不敢碰瓷了 但是根据韩国的航空法规定 妨碍安检人员可以判五年以下 或是五千万韩元以下罚款 但韩国方考虑到这个事情 不是这么严重 在告诫这名妇女之后就释放她了 目前她已经到美国了 只能说啊 民主国家都太善良了吧 如果在中国 你看这个妇人会怎么样 韩国应该要把她判刑才对啊 这样这名妇人以后欧美日韩台 基本上都无法来了 因为你有记录 你以后去各国大使馆面试啊 你都不过 因为你有这个记录 估计你只剩下阿富汗啊 宏都拉斯啊 北韩啊 非洲一些国家啊 这些发达地区可以去了 今天影片到这就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我不想记得 一定要把我封锁 18.9小金兰 拜